去酒吧開會 我是第一次聽的 因為我是每一天都開會的 我開會是去一些 比如office的function room 或者共享空間的會議室 或者家裡的寫字樓 或者是別人的office 我從來不會去酒吧開會的 我不知道什麼叫酒吧開會 我都是做生意的 你可以騙到小市民 但你騙不到正常人的 很簡單的 去酒吧開會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希望公開酒吧的CCTV 將當晚的過程 全部錄出來 給我們小市民看 身為一個立法會這麼尊貴的議員 他公然是知法犯法 這是令到我們一般的小市民 感到憤怒的 因為我們現在 很多時候都是stay home 不是stay bar 現在是stay home的時候 有什麼理由可以去酒吧那裡喝酒呢 你可以告訴別人開會 但其實你就去了喝酒 喝酒就去酒吧那裡喝酒 在抗疫的時間是不對的 就是我們想小市民表達這個訴求 我們想小市民表達這個訴求 我們想小市民表達這個訴求 我們想小市民表達這個訴求